這一題它主要要我們設計的 介面部分大概類似像這樣子 字體設定選擇器 我記得在VB6裡面有一題類似像這樣子 是好像在第1類還是第2類裡面 算是簡單的題目 裡面文字預設只是just a font Tester 就在這裡面輸入這些文字 這些文字可以針對 這個文字做什麼呢 靠左 字中 靠右對齊 那底下的話會有粗體 粗體斜體 還有這個字形的設定 我們針對這個題目把這個結果做出來 它的介面實際上是用這個swing 也就是利用swing來做出一個介面 這個swing裡面包含了也有個flame 外面這個叫flame 然後裡面也有叫test field 那裡面也有叫這個 上面也有 其他的像 一些這個 這個radio button 這個叫radio button radio button裡面的還有在check box 那名稱上實際上 跟其他的語言都類似 都類似 那當然我們也需要加裝所謂的lesson 就上個禮拜所講的 他才可以針對你要做的動作呢 去 去等於是 一個事件 他可以有個接收者 去執行這個動作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就開啟什麼呢 開啟這個 我們的練習系統 這練習系統 PD裡面的這個java速刻 那輸入302 按確定 他會幫我們放在java底下 有一個完成檔 跟一個練習檔 那這部分的話呢 我們就開啟這個部分來看 呢